柯氏回答跳出来救火 因为自己的副手吴欣盈才登记参选 立刻爆发国籍争议 有没有确实放弃美国籍 始终没拿出文件证明 立法委员不是要不得有双中国籍 他都已经当超过一年了 现在才在查 我们外交部一收到了中选会来 喊在第一时间就已经转请外馆去 住在国德群的机关查询 一有结果我们就会回复中选会 即便在美国联邦政府网站 可以看见吴欣盈英文名字 放弃国籍的资料证明 但同个名字上英国网站查询 一直到2017年吴欣盈持股的公司 申报资料依然是美国籍 要求民众党 要求吴欣盈委员来公布 他放弃外国国籍 这样的一个主张跟建议 其实不为过 其实时间回到四年前 中选会就已经公告 包含吴欣盈在内的216位立委候选人 符合国籍规定 如今吴欣盈国籍争议继续烧 让国民党前主席洪秀助酸 柯文哲早就吴欣盈 网路上更有阴谋论指出 吴欣盈其实不想选 完全假讯息 不要怀疑我们参选 到底的一个决心 党内同事挂保证 有心要赢 但吴欣盈要面对的难题还没完 30号将在杜拜举办的 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他将出席 但拥有参选人身份 等同贴身随护 最少有3到4人会陪同出国 光是机票一人约11万 这些都是公堂买单 但实际的人数 国安局表示不便透露 但是会用周延的维护部署 当然希望能够把 这些相关的影响 能够降到最低 只要是依法依规定 我觉得我们会尊重 吴欣盈攜首柯文哲 投入2024大选 舆论争议却从未停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